下一個我們要談的是聲音的速度 聲速 聲速就是聲音的速度 我們前面已經跟你講過了 波速值跟誰有關 介質的種類及 狀態 那我們現在只教空氣傳聲嘛 對不對 所以種類一樣就是空氣 那就有空氣的狀態 包括他的溫度比較高還是比較低 濕度比較大還是比較小 順風還是逆風 不過我們通常只有考慮到溫度的高低跟順風跟逆風而已 那麼這個有個表就這個表 這個有個表 那我們就簡單的結論就背這個結論就是了 基本上聲音的速度是 固體 大於液體 大於氣 請你背下來 請你背下來 這有用 這有用 那雖然其實不一定 你看他的上面 你看他上面的速度 海水的速度有1520 可是牽子有多少 1190 所以顯然海水的速度比牽來的 快 那有一些是例外 但是我們不管這個例外 我們不管這個例外 我們就背這個就好 你就背就好 固體大於液體大於氣體 氣體 我們考試讓考 我們 未來要用到的時候 就是用這個 傳聲音的速度是 固態大於液態大於 氣態 可以把這件事情記住 這算速度大小 那 就是這樣 表格不用背 你就只要背 固態大於液態大於氣態 那剛剛講過了 我們都只教空氣傳聲 所以種類一樣 狀態不一樣 那麼基本上 原則上是 溫度高 濕度大 順風的時候 船的聲音的速度會比較快 考試比較容易出現的 就是溫度高 有的時候會出現的就是 順風 濕度的問題 比較少人問 比較少人問 OK 那麼 就產生一個神奇偉大的公式 叫做這個 V等於331加0.6T 這個公式 課本沒有 但是 考試有用 我們的學測考過一題 那一題 那一題 你可以背公式 然後一直告訴你說 他又告訴你 空氣傳聲 0度C的時候 331 15度C的時候 340 然後我現在25度 然後看著後面問一些問題 你就要自己算出來 這個V等於331加 0.6T 所以你就跟我背好 這個T就是溫度 對我們一般生活上 所碰到的狀況而言 這個公式都可以用 V等於331加0.6T T就是溫度 15度 25度 20度 算進去 算出來的速度有多大 那麼這在我們 以後計算聲音的反射的一些題目的時候 會用到 人家不見得會告訴你說我的聲音的速度多少 他告訴你我現在是25度 你要自己算出來 你要自己算出來 OK 然後這是個重要的觀念 請你要記好 請你要記好 第一句 第一句 同一個聲音 在任何界值 頻率是一樣的 好 也很正常 音樂會 這個房間 有的地方熱一點 有的地方冷一點 他在前面談 Dore Mi Fa 沉上去 大家都聽到都是 Dore Mi Fa 不會熱同一聽到 拉米手 不一樣 不可能 大家都一樣 所以頻率是一樣 所以重點 一 同一個聲音 在任何界值傳播 頻率不會變 頻率不會變 OK 這件事情對 這件事對光也是有用的 光的顏色就是他的頻率 所以這個紅色光 在空氣裡是紅色的 知道水裡面 還是紅色的 穿過玻璃也是 紅色的 頻率是不會變 所以 同一個聲音 任何界值 頻率不變 第二個重點 同一個界值 任何聲音 速度不會變 我們不是講過嗎 波數值跟水有關 界值的種類 其實 狀態有關嘛 所以我的界值一樣 我的速度就會怎樣 一樣 意思就是考試也考過 我在這裡 有三 我們有三個人在這裡 一個人說話很大聲 一個人說話很尖銳 一個人說話很快 請問你 我們一起講話 對面的人 先聽到誰的聲音 一樣 一起聽到 因為我們的速度是 一樣的 同一個平安數 是一樣的 所以這是 同一個界值 不論他任何聲音速度不變 這兩個重點 請你背好 記好 因為我們在未來的 未來有很多時候 需要用到他 同一個聲音 在任何界值 頻率不會變 同一個界值 傳任何聲音 速度不會變 這是我們的兩個 請各位記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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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